又來到我們的特備環節 財金KLR昨天找了一位非常之厲害的人 跟我們說說做生意 如何可以賺到過億回來 不過今天繼續找他 不過不是說生意經 說說投資經 因為我記得幾年前 他曾經成為我們的偶像 因為每天的炒賣相落波幅非常之大 今天繼續找來有Erica 再加上我們的投資好朋友 就是Dicky Hello 大家好 雖然過了火樹銀花的聖誕節 但現在的客人還很有聖誕氣氛 Erica 昨天已經說了 如何可以令盤生意越做越大 不過今天想說說當年的你 因為你成為了當時的金融討論區 一個很熱門的搜尋名字 真是 糟糕了 我不知道 金融討論區的金融女神 對 無禁誇張 這位朋友說真的 炒旗子的出神入化 因為我們也有溝通一下 甚至乎當時Erica很公開透明 她的投資組合 什麼時候長倉 什麼時候短倉 什麼時候持續 是大家看得翻的 所以有很多追隨者 就是追隨者看著倉位來做 就發現原來也挺厲害的 這個真的是旗子女神 炒得也挺厲害的 整天都幾百點 幾百點的贏 當時我就留意著你 這件事都已經是 其實都是有點亂來的 你根據什麼去捕捉指數的上落 例如說 當然會有規律 會有波幅 但你最主要跟隨什麼 作為出入試參考 其實真的要看得很貼士 你要每天開試的時候都要看著 有時半天不看 再下半天就會變差了 那個市場觸覺 洗手間也不一樣 洗手間也不一樣 很危險的 帶著電腦放在大腿上 變了 其實主要都是看市的dynamics 也會看評論 平均線 陰陽足 其實那些都會看 他有指數 對 那些都會看 但是一個指標很重要的 就是牛熊症 剩下多少堆在哪些位置 殺牛仔 什麼時候殺熊仔 那些我都看得很緊 不過牛熊症很難即時看 因為可能要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很多時候都會那天 計算了 數據可能制後了 是的 制後了一點 但是都盡快看 這個 現在都合用 之前騰訊升了很多 接著是回落 然後也因為指數成分有變動 令股價受壓 再加上有些衍生工具 被動對沖活動 哇 那個下跌壓力可以很大 永遠側在一邊 很多人長瘡看好的 往往他們都看錯機會都高 但是怎知道 因為你升降了一堆 熊症的actively seeing what 什麼 época 收回價 收回價 ganska 收回價 很久沒有看床經輸 然後再 basin 那些越堆下那裡 通常都被收回回才能回落 過去 掉下來 收穫了牛肉 Nextück 才坦達? 對,是,偶正在底紅者上 這樣 不過其實我真的想問一下 因為看一、二年其中一個報道說 你投資是很狼死的 標題檔當然寫得很誇張 你也看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怎樣為之很狼死的投資方法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有一些很進取型的投資者 有一些很保守的投資者 那如果很狼死的投資者 又是怎樣的呢? 當時他們說你喜歡玩日常運 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是否真的很狼死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我的投資者是沒有投資的 即是沒有東西是收息的 全部是期貨合約 還有錢就放在做生意 做生意當然是很危險的 是啊,有槓桿的 是啊,買樓也算是有槓桿 反而買樓是我最安全的投資 但樓也很難說的 你以為升足十年 就是一下子會跌的 總會有九八年 還有樓是有儲存的 所以是很進取的 還有期子也炒得不太小的 好像是你贏和輸的金額 我不是說你入了那批金額 贏和輸是幾十萬上落的 沒有那麼誇張 即是每次都幾十萬上落的 如果全年計算就可能會 其實我以為是帶這次的 沒有那麼誇張 還有是炒金 但是也十萬八萬這樣 不是,其實當時我還沒有做生意 接一些freelancer 主持的工作 想要一個增加金額 沒有工作的時候就要看金 看期子 這件事什麼時候呢? 十年前有多了 十年前左右 是的 即是我認識你的時候 差不多是 是的,這樣很好笑 譬如說 我們經常講投資經 其實初時經常講投資經 例如早上 我大多數上午會賺錢的 下午我就不看的 我都下午就去購物 吃light tea afternoon tea 不知道 上午的市場比較容易猜 因為之前那晚還沒猜 你已經有一個參考 有一個成節 然後賺了某一個錢 我就有一個目標 那天day trade賺了某一個數 那我下午就去逛街 吃飯 約朋友 未必一定會花了 其實這些生活都是 但是我很夢寐而求 現在不是只有你們兩個 很夢寐而求 我想在看這個節目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現在沒有了 但是 早上不贏 那怎麼辦?下午要追 下午輸了明天 那怎麼辦? 炒美股 對,要追美股 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從港股炒到美股 美股又炒到 這是磨爛隻的炒法 我還炒柚子 炒旗柚子 其實旗柚子很高 晚上死都要贏 贏第二天 第二天就不要經常想追 你要心態平衡 第二天就是第二天 昨天輸了的就輸了 也有些是長渣少少的期子 那些就變了 看長線跌 但都是幾天 而且我初初炒的時候 期子都可以擺來少少 後期現在波幅真是很厲害 還有按金又高了 指數又高了 當然過去十年 其實指數根本很波動 你想想 31958點 07年10月 你跌到只有三分之一 在09年的時候 記憶之中 這麼多次你的投資經歷 哪一是你覺得最成功 現在都溺溺在目 都值得說 很驕傲 就是09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不斷沽 不斷沽期子 不斷買金 即高位一直沽來 那年的金是升得很好 避險 是的 那就是大時代 那年的指數這樣衝下去 美股我又沽 期子又沽 然後也看到 其實我又捉那個轉捩點 轉捩點捉得很準 所以去到最底的時候 又百分之一 對 厲害 即是不只女神 即是估計女神 這真是十年一遇的機遇 是不可以放過的 那有沒有一些很失敗的經歷 要借鑑呢 有 去旅行不可以炸貨 真是慘 每次去旅行 我有一次去旅行 那不是有互聯網 那金掉了 我不是每天看著 我對著電腦看的 但其實在滑雪的時候 都很難開手機 怎樣去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現在就行了 你看看就開機了 真的哪一年呢 一二年 一二年尾 我去了澳洲幾天 是 那些金掉了多少十元 剩下百元 那是甚麼事 我忘記了甚麼事 好今下的 那我都 我直接叫經紀都叫不及 都是遲了大半天 已經很糟糕了 那期貨 遲了半天平倉 當然是很大事 對 所以旅行真的不要鑑 因為要貼士 但我想問一下 其實從哪一個位置開始 因為我看你的blog 現在就沒有寫了 關於財經那個 就說你當初那種興奮 股動是消失了 贏多贏少 你都覺得無關同樣 所以你就決定離場 你那種離場 就不是說我們暫時不玩 你是索性完全不玩 是否沒有再參與 即投機炒賣quota 用泰康先生的術月 是嗎 跟股市沒有緣分 他所有都是說quota 是嗎 即是那個心 因為我生意已經開始做 那裡已經有很穩定的收入 那變成股市 即是股票就玩一下玩一下 玩一下玩一下 是不會做得好的 是呀 即即是投機炒賣 都會全程投入 是 一定要很肉緊 很有passion 才做得好 炒一下炒一下 我又是過半天才看 糟了半天 又跌了二百點 那怎麼辦呢 是呀 一定要全程投入做一件事 那我問一下Dicky 即是女生的投資心態 不是個個好像Erica 因為女生大部分 真的比較害怕青 可能我買完匯控 他升了兩元 我已經很害怕 那些 那又泰國經常害怕 對呀 升又害怕 跌又害怕 但如果好像Erica 當初這麼進取的 你又覺得 有沒有一些問題存在 年齡輕 即是Erica當年初出茅廬 少女 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的投資的風險 你承受能力高 但你說 隨著你 譬如說家庭狀況改變 越來越成熟 可能那個風險 要慢慢調降 當然 如果你說 女性的投資策略 如果你說 我又要上班 好像Erica這樣說 你要全程投入去炒 但我要上班 我要照顧小朋友 那你就不可以這樣做 一定要選一些 相對的風險低些 簡單來說 你不理他 都不會很緊張 甚至乎 你說買了騰訊 其實都很緊張 因為股價都很高 但如果你說去到2018年 前瞻少少 我想大家都要明白 一件事就是 明年美國加息三次是最基本的 因為減稅方案如果真的通過 可能加息的幅度 三次可能有機會不止 甚至四次都不出奇 所以債券的價格一定是下跌 不能走的 所以整個大環境就是 資金從債券市場流出來 去到哪裡呢 可能去到一些很高風險的數字貨幣 Cryptocurrency 但這些真的風險極高 我不是太贊成的 如果你說去到股市那裡 當然其實股票市場 全球的股值都不是低 我想要選一些股份 例如說可能巨增長 例如科技類股份 都要選時機 就是最好等它們 真的由高位 很簡單很弄統 回頭下來兩成左右 選強勢股 我想這是一個最好的策略 Erica現在聽Dickey這些分析的時候 有沒有觸動到你很想再買東西的心態 可能是很想在店裡買東西 我覺得很Pro 其實我覺得炒期指或炒金炒柚 是不太實際的 因為是股 我覺得單一隻股 升職能力可以很高 如果你買對工業 再買對工業的龍頭 其實這個是曹博士教我 這麼多年 因為我看過很多書 是真的對的 你要買看得中哪個trend 哪個方面的trend 是正在去的 很明顯這幾年一定是科技股 是的 但現在你還有沒有買呢 即使說科技股 沒有 那你的財富 現在給錢哪個方向管理 我給了我的private banker 專業人事管理 是的 C&A 也有買一些 其實有些帳的return 都不錯的 我覺得 有時候怕息 帳的價格 又會有些增長 我覺得都不錯 在我沒有空理它的時候 有一些回報 我都覺得不錯 但假如有一天 有時間看 我真的要整個portfolio再收拾 強積金那些我都會按 我經常轉的 是的 多密呢 有什麼強積金 一個quarter 怎麼都要轉一轉 這個好 我覺得其實強積金 大家應該是要隨時 有個好動態的管理 因為隨著你的風險 承受能力 有所不同 是應該要作出調整的 所以大家都要想 究竟什麼年齡 適合什麼的投資心態 什麼投資工具 這個真的很重要 Erica就是一個例子 如何由極度進取 變成現在 就傾向保守 我剛才聽她說 買帳 然後好像很悶 真的適合Erica嗎 不過真的隨著年齡 有些風險管理都需要 今天上次 謝謝Dicky 以及謝謝Erica 預祝你們 2018年 方方面都賺到 賺到澎湯 賺到澎湯 謝謝